校花级别的网约车司机 你们遇到过吗 我曾经在凌晨遇到过一个 并且还一起 度过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夜晚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司加班 工作完已接近12点了 我只好叫了一辆网约车 等待的时候 路边有个大爷正好在卖冷面 我走到摊前 要了一份烤冷面 加俩蛋 没想到 等到我伸手去接食物的时候 大爷神秘兮兮的对我说了一句 规则二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这老头怎么回事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莫名其妙 我接过烤冷面正准备吃 一辆白色卡燕停在了路口 这辆卡燕就是我叫的网约车 而且司机还是个女生啊 我夸到电话 感觉到不可思议 开这么好的车做网约车 还是个女的 可真够新鲜的 我打开车门坐在后排 女司机就是不一样 车里香喷喷的 虽然我从后排 仅仅能看见她半个侧脸 但足以判断 颜值绝对是校花级别的 哎不行了太饿了 我拿起木签准备开吃 不要吃 我刚把烤冷面塞进嘴里 女司机突然大喊 声音非常大 语气里听起来十分的恐惧 但还是晚了 一口冷面此刻已经下肚 女司机恐惧的女过头来看着我 哇这张脸非常美 而且长得非常高级 甚至比很多明星还要漂亮 正当我沉醉在 她绝对绒毛之中时 一辆拉筋运输车 直直地朝我们撞了过来 竟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瞬间 我只感觉到眼前漆黑一片 我竟然就这么死了 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眼前 正是刚才的烤冷面摊 老大爷正在低着头 给我做烤冷面 天呐 刚刚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做了一场奇怪的噩梦吗 我正在努力思考这一切的时候 老大爷已经做好冷面递给了我 规则二 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一句简单的话 直击了我的心里 我重生了 还进入循环了 之前好像就是吃了东西 才发生车祸的 我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结果烤冷面 转身朝垃圾桶走去 把烤冷面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我也不敢再坐网约车回家了 旁边正好又共享单车 我扫了一辆 准备自己骑车回家 可是 我骑行了不到十米 又是那辆垃圾运输车 它竟然 直接冲进了飞机动车道 它不仅撞倒了我 还在我身上碾压过去 一阵剧痛后 我眼前一黑 再次睁开眼 还是烤冷面摊 现在我可以确定 我是真的进入循环了 这一次 我决定直接步行回家 我走着人心道 尽量贴边 小心地观察着路面情况 可那辆垃圾运输车 简直就像个幽灵一样 他第三次将我撞死 接连三次死亡 让我浑身无力 看来啊 必须要上车 还有一丝机会 我接过烤冷面 抢在大爷之前说 啊 鬼子二 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然后接起电话 直接坐进了凯燕前排 你也进入循环了对吧 我指示着女司机问他 他真的好美 能和这样一个女神死在一起 哎 也值了 对 我叫白玲 哦 我叫刘强 嗯 现在我们要共享一下信息 看看怎么才能走出循环 我把我的三次死亡的经历说了出来 嗯 为什么我只听到了规则二 规则一是什么呀 规则一是 必须在十二点接单 白玲突然说道 今天晚上 大约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这条奇怪的短信 之后 就陷入了循环 我试过不接单 早晚几分钟接单 或者不开车 但结果 和你一样 都是被垃圾运输车撞死 只有在十二点接单 时间才会往下走 然后接到你上车 听到这样的话 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形 看来在这个循环里 我和眼前的美女 是绑定在一起的 她先进入循环 收到规则一 我后进入循环 收到规则二 那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打破循环呢 目前看来还没有一点头绪 正在这个时候 车里的收音机突然响起 一个冰冷的机器女生说道 规则三 听指令 我和白环对视一眼 我们都清楚地听到了规则三 但指令是什么 怎么办 白环慌张地问我 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等待指令了 我从统签 试图在美女面前假装镇定 接下来 就是两个人的沉默 白环自顾开着车 五分钟过去了 没有任何指令下达 干等也不是办法 要不咱俩聊聊天 打发打发时间 其实我这种平凡的条件 平时真没机会 和这么漂亮 条件这么好的女孩子 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啊 好啊好啊 我也正想说这句话呢 开这么好的车 怎么还敢网约车啊 挣钱呗 白环明显是在边瞎话 小姐姐 咱俩这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咱就交交心 说实话呗 你看 你身上随便一件衣服 都能顶我一个月工资了 眼光不错呀 那就告诉你实话 我开网约车是来烈焰的 白环突然转头 朝我抛了个媚眼 啊 烈焰 我有点没明白她的意思 烈焰不懂啊 接单只接男的 如果很帅 那我就把她拐回家 白环云淡风轻的说着 拐回家 干什么呀 明知顾问 白环的脸突然红了 按你的标准 我这样的乘客 有机会跟你回家吗 我壮着胆子问 反正随时都会死 所以脸皮什么的也顾不上了 白环转头打亮了我几眼 还没等到她开口 那个机器女生再次响起 指令一 马上停车 拥抱结尾 听到指令后 我和白环对视一眼 面面相去的我们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我们犹豫的时候 那辆垃圾运输车突然出现 再次把我们撞死 醒来 烤冷面摊 上车 然后漫长的等待 直到冰冷的指令再次出现 指令一 马上停车 拥抱结吻 白环狠狠踩下刹车 车子停在了路边 小姐姐 那咱们 我不好意思的问的 还等什么 白环没有丝毫犹豫 解开安全带 伸开双手 朝我抱了过来